歡迎大家早安喔 請幫你的數學課本打開喔 我們該做的事要做好 來快點快點 好那個 遊者啊 那個筆電先抽起來 我們上完課再跟你一樣 同學你先搬到那個 100名事業的地方 我先花一點時間 幫你複習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 談到的概念 同學抬頭看我這邊 我先問你喔 你知道極質分兩種嗎 當然極質有兩種 分成哪兩種 這個叫什麼 絕對極質跟什麼 相對極質 絕對極質指的是什麼東西 最大跟最小值 相對極質指的是什麼 幾大幾小值 我上個禮拜有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同學全校第一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絕對極質 就是你要跟所有的人比 這樣你聽懂這感覺嗎 那同學什麼叫相對極質 就全班第一阿 你只要跟你周圍的人來比 你是第一名就可以了 你聽懂嗎 然後同學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全校第一是不是全班第一 對 所以同學請注意一下 最大十一定是極大十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反過來講就不一定對喔 極大十一定是最大十嗎 那可不一定吧 如果你是三零級班的第一名 請問你一定是三零級的第一名嗎 我看通常不是這種情況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我想在課本的第104頁 這裡有一題垂堂練習 這個垂堂練習是說 這是一個多項式的函數喔 它在這個B區間 負四到六之間 它的函數圖形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問底下幾個問題喔 他說 請問你 它的最大最小 極大跟極小可比是多少呢 我們一起來把答案寫上去喔 然後你要不要告訴我 它最大值是誰 看著這個圖回答我 這裡你應該會吧 最大值發生在哪一個點 最大值是Global 就是Global就是整體 啊這個相對極質喔 這個極大對不對 它這種是Local 就是跟旁邊的人平就好 所以請問你喔 最大值是誰 最大值發生在哪一個點 就是A點啊 這個A點不是最高嗎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它的最大值是誰 最大值就是5啊 來 先把它寫上去喔 快點快點 這很簡單啊 高中數學叫到這邊 這應該是超簡單的 然後同學問你 最小值是多少 最小值 你就看最低的那個點 請問你 最小值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這裡對不對 最小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3 這樣可以嗎 來把它寫上去 最小值是-3 來快點快點 請坐好 然後再來喔 請問同學 極大值有誰 欸極大值有誰 極大值通常不一定只有一個喔 來我有者問你啊 這個5是不是極大值 蛤 5是不是極大值 對嘛對不對 很簡單 欸5是極大值喔 然後一樣是無有責 欸還有誰也是極大值 看不出來喔 還有誰 欸跟你周圍的人來比就好啊 所以像這個誰 這一個點啊 你看他周圍我舉一個小小的範圍嘛 所以這個3屬於也是極大值 對啊 他只要跟旁邊的人來比 這樣你懂 好我已經講得很簡單了 所以同學這個3也是極大值喔 啊還有誰也是極大值 同學誰這一個啊 對不對你看這個點 你在他旁邊畫一個小小的範圍 請問你在這個極小的範圍內 他是不是最高的點 沒有錯 所以同學還有誰也是極大值 所以同學 極小值有誰 有1啊 1是極小值喔 這樣可以喔 還有誰 還有這一個 欸 負3 這也是極小值 這樣可以齁 還有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負2 他也是極小值 來你把它寫上去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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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地方齁 同學你會注意到一個很吊鬼的現象 什麼很吊鬼的現象齁 同學你看到這裡 我把這個負1空起來 然後 來同學我把這個1空起來 請問你看到什麼很吊鬼的現象 欸同學你看到什麼 同學我問你 極大值一定會大於極小值嗎 欸不一定喔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好不好 同學你知道我在講話嗎 你有沒有看到他極大值有負1 但是他極小值有1 同學極大值一定會比極小值大嗎 不一定 因為所謂的極大極小 他只跟他旁邊的人來比 你懂我的意思對不對 這種概念 我們在高中的階段 其實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欸這個是我們複習的部分齁 這樣可以齁 這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今天這堂課 我想要先從前面的一個觀念講起 請你翻到91頁 91 來我們先翻 我要先講91頁 這裡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 要來跟同學說清楚齁 翻到91頁 往前翻齁 來這裡我們要談一個叫做地增與地減的概念齁 地增 來 地減的概念 來 地減的概念 什麼叫地減 什麼叫地減 等一下請你把你的紅筆準備好齁 我們把重點畫起來就可以了 這一個 這叫Y等於什麼 S乒乓 欸這是一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齁 這樣可以嗎 然後地增跟地減的概念齁其實很簡單齁 這個等一下我來跟你講解一下齁 等一下我來跟你講解一下齁 欸我照著扣粉膠齁 好 來 那個 同學你看我這邊 同學你知道什麼叫地增嗎 欸 地增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圖形是怎麼樣 右上升啊 對不對 S越大 Y越大嘛 這個叫地增 這樣可以齁 欸寫上去 地增就代表這個圖形是怎麼樣 是一個右上升的圖形 好 越往右邊這個圖形會越高 這個叫地增 這很簡單 然後同學請問你 什麼叫地增 欸地增就是越往右邊這個圖會怎麼樣 會下降啊 對不對 是個右下降的概念 OK 你的課文裡面齁 同學請看到 它裡面有幾個重點齁 都會很比較地增 地增很簡單 他說 當X的值越大的時候 所對應的Y值也隨著增大 把這句話畫起來 這個叫地增 我跟你講 課本很簡單 當你的X的值越大的時候 你所對應的那個Y值也隨著增大 我們稱為叫做地增的概念 這樣好不好 然後 如果X越大所對應的Y值 卻隨著減少 來把它畫起來 這個我們稱為叫什麼 稱為叫做地增 所以地增地增其實很簡單齁 所以這個叫地增 這個叫地增 對不對 好那我跟你講一件事情齁 高中不只學到這樣 如果學到這樣 這國中生就可以學了 高中生學的是更多齁 來 你這裡幫我做一件事情 我們在高中這邊齁 就把這個地增 把它區分成底下兩種情況 你仔細聽齁 這一個你今天就要把它學會 來 是哪兩種呢 哇 來 這個筆記齁 你就要寫在你科普空白的地方齁 我跟你講齁 地增分成兩種 第一種跟第二種 第一種叫什麼地增 叫嚴格地增 叫嚴格地增 然後另外一種齁 呃就是一般的地增 這樣好不好 我等你齁 把它寫上去 我跟你講地增分成兩種齁 一種叫嚴格地增 一種叫一般的地增齁 當然地增也分兩種齁 但是同學 我覺得你們很聰明 我講一個 你們就可以舉一一半三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同學請看這邊齁 我跟你講這高中的部分齁 導演你知道什麼叫做嚴格地增嗎 什麼叫做一般的地增 呃我想想看齁 怎麼講 你們會比較容易接受 不要長太數學 我畫圖給你看 來同學 嚴格地增 它的圖長這樣 哈囉 來你看一下它的圖齁 嚴格地增主要的話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樣 這樣 來你把這個圖畫上去 當然這個叫嚴格地增 譬如說這個叫S1 這個叫S1 然後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S2 來這裡 來這裡 這樣 OK 好 呃我們可能考慮喔 這個函數齁 它在某一個區間裡面 考慮它在某一個區間裡面的行為 我們就是 不要講整個定義率齁 我們把它限縮在一個小小的範圍裡面齁 來這個區間 假設它的左端點是A 右端點是多少 是B的話 然後我跟同學講一件事情齁 在這個區間裡面你取S1跟S2 那S2大於S1 來請看我的邊 當你的S2 大於S1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發現 你的F F of S2 一定會大於F of S1 一定喔 請注意喔 你要注意一下數學的寫法是這樣 如果S2比S1大 那麼你對應的函數值也絕對會比較大 在這個區間裡面都會有這個現象 那我們就說這個寫數 在這個區間裡面 它是怎麼樣 它叫做嚴格地震 這樣你聽懂 這個叫嚴格地震 我再講一次喔 所謂的嚴格地震 我們一般來講齁 就是說 如果我把它設定在一個區間裡面 在這個區間裡面 你取S1不檔S2 那S2比較大對不對 它的寫數值也會比較大 那這種叫做嚴格地震 你應該懂我意思 對 好 那什麼叫一般的地震 一般的地震是這樣喔 來 這裡有畫一個圖 哇 一般的地震喔 要怎麼講 比較會倒 欸 我想想看喔 這樣好了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 來 你把這個圖畫上去 這個是A 然後這個是B 然後我S1假設局在這邊 S1 對上去 在這裡 OK 然後S2 假設我取在這裡的話 它對上去是在這個位置 好 來 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同學什麼叫一般的地震 一般的地震是這樣 當你的S2 大於S1的時候 那麼請問你 你的F of S2 然後這裡是F of S1 各位你看我這裡喔 請問你嚴格地震跟一般地震哪裡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講喔 上面這個是嚴格地震 下面這個是一般地震 一般地震這裡要寫什麼你知道嗎 對 要寫大於等於 對 同學你這裡要特別注意 這裡是有等號的 你在你的課本裡面喔 把這個有等號的交給我框起來 同學你同意我的看法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S2大於S1 但是你的F of S2 會大於或等於F of S1 簡單來講 一般地震就是 他們可能在某一段 會有類似這種水平的概念 他的圖形會有水平的地方 他們在這個範圍裡面 可能會打成平手 這種叫一般地震 這樣懂嗎 我覺得高中生 或許我們這樣理解喔 再講一次 地震分兩種 這種叫嚴格地震 就是一直越來越大 好不好 就是說S越大 Y就一定越大 但是這種比較一般地震 S越大 但是你的Y 可能會跟人家打成平手 這種比較一般地震 這樣懂不懂 懂喔 這樣可不可以 大概有一個概念 那地震也是一樣 好 那什麼叫地震地震 我就先跟你講到這邊 91A下面那個框框 同學你可以把它框起來 那個定義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樣好不好 這樣沒有問題 好 地震講完了 地震也講完了 地震就在S越大 它的Y反而越怎麼樣 越小 你應該懂我的意思 地震就是S越大Y越大 地震就是S越大Y怎麼樣 越小 地震就是右上升 地震就是右下降 就是這樣子 反應在圖形的結構上是這樣 好 好 好熱喔 今天這什麼鬼天氣 我覺得夏天要到 乾冷氣喔 我們有錢嗎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叫你們存錢 你們有存錢嗎 還加 還有多少錢 應該也沒有多少錢了吧 應該也沒有多少錢了吧 我跟你講 現在收班費也沒有用 因為他根本不會讓你儲值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你講 你們要趕快趁可以儲的時候 多儲一些 但是你現在吹也不好 因為你要等稍微再熱一點 因為之後會一直熱下去 對不對 今天還勉強可以忍耐 學校應該什麼時候才會讓我們出職啊 我猜應該會到五月多吧 五六月的時候這樣 要到畢業啦 對啊 到畢業啦